果冻 我再给你们讲一下果冻的喝法 和一些注意视线 果冻你们收到货 前四天是晚上睡觉前喝 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喝 然后到第五天开始 中午喝一条 晚上睡觉前喝一条 喝的时候一定注意 把它嚼碎一点 不要一口通 嚼碎一点 然后再喝一杯温开水 再就一个痛筋 痛筋的话你们就不喝 不痛筋的话正常喝 还有一点 你们就是如果生病了感冒了 你感冒了不吃药的话 正常喝就行 如果是你要吃药的话 你可以那个隔开 时间隔一下 就隔个一到两个小时就行 还有些人问我 就是我今天吃大餐了 但是我忘记喝果冻了 我能不能就是大餐以后再喝 可以的 这样也可以 就是这也是一个补救的方法 然后给你们再说一下 就是你们收到货 有任何问题 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 你们不要乱七八糟 就自己乱喝 尤其是你们想要下的 想要下的那些 一定要来找我 就是你们吸收 啥的不咋好的话 都来找我就行 果冻现在还是 79块9发酒喝的 你们有需要的 下方小黄车去拍吧 好了 晚安吧 谢谢大家